至於路上的警戒區域 則包含了宜蘭宜南的縣市 新竹宜南的縣市 還有澎湖 那在颱風的暴風圈 其實目前已經正在涵蓋著 我們的東部東南部 還有南投以及雲林宜南的陸地 小姐颱風越來越靠近 而且還在增強朝偏西方向移動 週四颱風中心將會登陸 位置預估在台東南端陸地 到巴士海峽之間 週三下午在台東成功 已經有5到6米浪高 提醒在綠島藍嶼和台東恆春 浪高會有7米以上 接近颱風的中心附近 藍嶼綠島這邊的海域 都還有滿大的範圍 都可以看得到 7到8米左右的巨浪 小犬威脅 臉書粉專台灣颱風論壇 天氣特輯說 颱風非常清晰 眼強厚實 尤其南半圈特別暴力 提醒台東恆春半島 屏東南部是登陸熱區 務必做好萬全準備 而西洋達人彭啟明也發文 說小犬逐步增強中 颱風眼強旁的閃電對流很旺盛 未來24小時是整體的雨 是最明顯的一段時期 所以說在整個東半部的這一帶 都可以看到有接近到 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那甚至在台東的山區這個部分 我們預估在未來24小時的雨量 也有可能來到超過500毫米 在台灣過半區域 包含東部和中南部 都被納入路景範圍 預估颱風中心 將在週四10月5號 清晨前後登陸 從電量降雨預報來看 週三下午開始 北部東半部有雨 其中宜蘭山區雨最多 到了週三晚間到週四早上 花東恒春半島雨勢明顯增大 而雨區會在週四上午 擴大到南部地區 它的強陣風是由陣風的 海線和平地也不能輕忽 西部沿海已有大範圍 八到十級強陣風 而內陸都會區也有六到七級風 颱風越接近風力會越強 一定要嚴防強勁風雨 TVBS新聞 林安南 洪峻瑋 艾森小組 台北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